大家好,我是谷歌娘,今天我来玩玩一千二百合一,那我就从第一个游戏开始玩,游戏一,魂斗罗,这款游戏的火热程度就不用我提了吧,因为它确实太优秀了。 于是游戏开始了,一名直男降落在这座岛上,我将控制这名直男往前走,路途当中可以得到多种武器,我现在得到了M弹单发B弦的福音,然后吃了个R增快子弹速度,这里的两座桥会一节一节的爆炸,但只要看准时机, 就能跳过来,只要能到达这里,就能吃到S弹,S弹可是本游戏比较强大的子弹,怎么个强大法,自己玩完就知道了。 当然有人觉得L弹更强大,这就看个人喜好了,毕竟L弹也是单发B弦的福音,这里可直接跳过来,然后来吃这个R,这样就能增快S弹的速度了。 拨约,我现在很强大,死吧你这炮台,然后就见到了波子,逃波子的大门除猛射,他就爆了,然后就能进入该基地的内部了。 于是我也要换游戏来玩。 游戏二,中国象棋。 顾名思义,就是在FC上来一局中国象棋。 游戏规则跟现实的中国象棋一致,吃掉对手的酱,你就赢了。 不过想赢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他要求全速运转你的脑力,所以赢完一局过后,你会体会到成就感。 中国象棋有很多老年人爱玩,因为这很适合他们。 我呢,并不太喜欢下象棋,所以不玩了。 因此我就来玩游戏三,俄罗斯方块。 选一首音乐,然后就开玩游戏。 我选了九级难度和十二行起始高度。 这样玩起来能更刺激点。 不过这个版本没有延迟锁定。 因此方块掉底后就不能再操作了。 这个版本呢,是腾根出的。 他没有得到AES的授权。 于是老任就去出一款俄罗斯方块游戏。 最后那款俄罗斯方块占领了市场。 因此这款游戏就没了市场。 不过,没市场又怎样? 在国内流传的还是这款俄罗斯方块。 几乎N多合一的卡带里都有这款游戏。 相反,老任做的那款在国内就不常见了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市场起始。 哎呀,你怎么又来叫了? 这回我不会让你得逞了。 去死吧,你这不露面的外星人。 好了,我能安心地继续解说了。 这款俄罗斯方块呢,每销30行可升级。 到达150行后,就是销50行升一级了。 耶稣,于是我就升级了。 这时可看到小人出来跳舞。 之前销的行数会换算成分数。 因为在游戏中,销行不会加分。 而是靠放置方块捞分。 如果是通过按住下来放置方块的。 那就能得到双倍分数。 总之这款俄罗斯方块就是这样子。 并且最高是17级。 950行到1030行的差距是80行。 这是该游戏升级需求最高的一点。 于是我就换游戏吧。 游戏4,超马一代。 这款游戏太经典了。 大多数玩家都玩过的游戏。 马里奥通过采蘑菇来让自己变大的方式。 给大多数玩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不过,在国内,大多数人知道的也就这一作了。 因此,那些人就觉得马里奥游戏是低龄化的游戏。 这情况相信国内的马里奥玩家都体会过。 就不用我多解释了。 于是,我也过了1-1关。 后面还有更多关卡等着你去探索。 不过我就不玩了,去玩下一款游戏。 游戏5,坦克大战。 这款游戏也是经典中的经典。 火方不仅要摧毁敌方坦克。 而且还得注意保护自己的老巢。 如果老巢被封,游戏结束。 而且,打败红坦克能爆出补给来。 出现的补给有时钟、炸药、安全帽、五角星和EUP。 在国产的哈克里,还增加了手枪、航船。 吃了手枪能直接升到4级来消铁。 并且被击中后不会死,而是退回到3级。 这时在被击中才会死。 而吃了航船则能在水里游行。 被击中后航船消失,本体不会死。 但这俩道具不存在于原版里。 因此在这里就见不到手枪和航船了。 喝了,第一关是个上手关卡。 整体难度很低。 啊哈,敌方坦克要被我封光了。 哎呀,你居然抵消掉了我的子弹。 算你聪明,不过你还是得死。 抱你一局。 哈哈,叫你聪明,你死了吧。 于是我过了第一关,好喝。 这里的数量不会记入被炸药炸掉的坦克。 于是我就来玩,游戏6,杀戮战场。 这款游戏比较有意思。 玩家可把敌人吸过来。 让其变成自己的军队。 然后把他们派出来。 让他们跟我一同作战。 我再吸。 快到碗里来,小人。 不不,我的飞机被打爆了。 没关系,我还有两辆。 把客,我被打爆了。 那我不玩了,换这款游戏。 游戏7,南极冒险。 1985空M喝了。 居然没有完全去掉科纳米的字样。 。 于是我来到了第一关。 按住上可加到最快速度。 那我就来表演不跳跃通关吧。 嗯,说好的不跳跃通关呢。 你咋还是跳了一下。 呃,这个,因为大坑绕不过去。 所以我只能选择跳过去了。 因此你的表演出了阳相。 喝了阳相。 那我就表演无摔倒通关吧。 我也等着你出阳相。 吃掉彩色旗帜,就会出现螺旋。 跳起来狂按A键即可飞行。 不想飞的话就不继续按A键。 不过一直飞也飞不了多久。 好的,现在我离终点不远了。 哎呀,咋没判定我吃到旗帜。 喝了,前方就是终点。 于是我真的做到无碰撞过第一关了。 澳大利亚的旗帜喝了。 我去,你居然没失误。 OK,换游戏换游戏。 游戏8,马戏团。 我选择第一难度来玩。 天,我要跳火圈了。 这游戏的B,A键都用来跳跃。 哎呀,我的马被加瓦烫了。 好吧,我知道那是火盆。 然后我来玩游戏9,亮直企鹅。 这游戏的玩法就是控制企鹅。 让它们走到爱心那里去。 所以,这有些考验玩家的操作。 因为另外一只企鹅的左右是相反的。 而且两边的地形不一致。 过关后就播放欢乐颂。 然后我就不玩了,换游戏。 游戏10,炸弹人。 这个主角喝了。 在淘金哲里是反派。 那么这游戏要怎么玩呢? 走啊走,走啊走,放好炸弹。 炸烂砖头,炸死敌人。 一些道具和门都藏在砖头里。 因此得把它们炸出来才行。 而门呢,炸出来后并不能进去。 除非你把本关所有敌人全都干掉。 有趣的是,炸门后会蹦出一堆敌人。 在自己威力足够强的情况下。 能够借此来刷分完。 安的,左上角有倒计时。 如果不能在指定时间内通关的话。 那就会。 好吧,其实后果并不严重。 就是关卡里会出现几个硬币怪而已。 所以左上角的倒计时并非死亡倒计时。 好的,我要换游戏了。 游戏十一,敲冰块。 一开始会看到这只大鸟叼着一个茄子飞向天空。 然后就能完了。 关卡目标是登到顶峰去。 途中需要顶烂这些砖头。 然后从顶出来的缝隙跳上去。 所有两边会出现豹子。 只要他们看到路面被敲烂。 就会立马回过头去拿石块来填补。 哎呀,怎么跳不上去。 好的,我登到这里来了。 现在我要跳法克,我居然掉了下去。 于是就看到这主角哭了。 喝了,可以尝试去顶烂许多砖头。 但我就不是了,直接换游戏。 游戏十二,小蜜蜂。 玩家需要撸套来射换这群蜜蜂。 这些蜜蜂过段时间会追下来。 追下来时还会复子弹。 所以得注意躲避。 哎呀,米沙居然同时飞下来。 但还是碰不着我。 一群傻奔,哈哈。 我去,米沙居然擦蛋了。 叫你擦蛋,去死吧。 于是我来换游戏玩。 游戏十三,忍者军。 哎呀,这发生了什么? 咋直接过了第一关? 不过标题画面的1985甲雷寇居然没去掉。 这在国产和卡里是个奇迹呀。 于是我直接来到了第二关。 这游戏的手感好烂。 烂得有些不想玩。 并且连画面移动都是不连贯的。 想知道这游戏怎么跳跃吗? 按A键,不,你会掉下去。 要按住方向键再按A才能跳起来。 这还真是反人类啊。 不过没有B键跳的游戏反人类。 于是我背上了。 我也不玩了,直接换游戏。 游戏十四,火箭车。 这核卡把标题画面都干掉了。 只留下下面的类我一和二。 OK,我可以出发了。 先按B键加速,然后按A键。 这样子就能快速加满速度。 不过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实。 时速达到223后,再加速也都一个样。 被别的车撞翻后,快按一下方向键。 这样就能防止自己碰壁了。 但如果撞翻后,没能及时按下方向键。 那就只能去碰壁了。 碰壁后就碰。 车子坏了,恢复后减少5点负R。 不过也可以在路上遇到彩色车。 吃到后便能恢复7点负R。 我当时将其车坐油车。 因为它能为自己加油。 法克,我又碰壁了。 然后5点负R。 然后5点负R就没了。 好,我还是开到了终点。 因为路上的油车挺多,哈哈。 那么我不玩了,去换游戏。 哎,怎么是魂斗罗? 之前不是玩过了吗? 怎么又玩到了这款? 对,这就是N多和E卡的特点。 不过一开始居然是M但。 游戏相同,模式不一样,好喝。 这后面的游戏全都是重复的。 但却弄了这些标题。 而且还有单词错误。 比如弗雷姆,把LB做成I。 其他的就等着大家去发现了。 还有光标一开始会停留在石那里。 这其实是N多和E卡的优良传统。 1200和E也不例外。 这真是喝了。 1200个游戏,感觉好多好诱人。 然而这是个假象。 喝了。 这个喝了,直接从第五关开始。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 。